它的数量刚好跟星号的加总 刚好就是3 有没有 才能够维持这个有没有 这个正三角形那个形状 那个三角形的形状 要能够刚刚好 有点类似一个长方形 只是说前面呢 它是空白的数量 跟星号加总 刚好是13个 所以呢 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 其实可以再加一行去处 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上方 加一个什么呢 也就在那个星号输出之前 我们先输出空白 那空白的规则 我这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print print空白 所以空白 记得加一个双引号中间 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 然后乘上几次 刚好它那个值 刚好就是13减掉i就对了 所以i如果1的话那就是12 有没有 i等于2那就是11 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但是输出的时候呢 记得啊 因为它这个每一个print 它后面也有个换行 所以那个换行你不能让它输出 或者它变成说 它这样输出的话 那变成空白 然后点就跑到后面去变成这样子 那不对 应该把这个换行 它后面的换行拿掉 所以后面逗点 你知道吗 end等于没有 就把那个换行拿掉 如果这样子等于是加了这一行之后 print之后的话 结果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我想进度 大概已经算是讲的 这会太快吗 有的不会有的会 OK差距蛮大的 我们取一个中间子 反正如果你觉得不会 没关系你就再多练习 那如果你觉得会 那没关系回去 就是再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那一样 我会把今天的影片 会整理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希望 以后继续还会收到影片的话 你就自己再加到论坛 我会贴到 那个论坛自动会转性到 你们的信箱里面去 OK 那当然这个东西 其实就看每个人的程度 知识不同 需要花的时间当然也不一样 OK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就先 讲到讲到这一题 那下一次的话呢 后面我们下一次会再讲 坏违圈 坏违圈讲完了 大概先到这边 下一次的话 会再讲坏违圈 坏违圈讲完之后 后面还有更多 其他的相关的 这个形态 再来就档案读取 跟资料库 OK 所以蛮快的 回去的话 一定要多多练习 或者 会很快就会跟不太上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